麦德姆台风过境东部 让花莲万荣乡及瑞水乡 惨遭风灾肆虐 而万荣乡马远村第80两户人家 遭土石半烟的住户 这几天努力整理恢复家园 但有许多家具、电器 全部在这次风灾带来土石给摧坏 一大部分都堆掉了 也没有办法用了 那个床铺还有那个什么冰箱啊 还有那个山气很多全部拿掉了 因为都坏掉了 家园还在努力清理 但第11号台风 哈龙已经逐渐形成 目前位置还在关岛附近海面 未来哈龙会不会影响台湾 有待观察 但受灾居民一听到又有台风形成 相当担心 因为住在山沟边的安逆屋主 无力搬迁 无奈地说 如果台风来到台湾 为了生命安全 只能配合暂时撤离 迈德姆台风过境 八天时间 左邻右舍 工部门及国军协住下 两户遭土石半烟买的家屋 逐渐恢复也冒 但面对未来 可能紧接而来的台风 只能先把现在的房子顾好 不要让他受到更大破坏 记得搞到万荣 采访报道